大部份的早期肺癌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第四期 所以肺癌也有《沉默的杀手》这个名字 今天很开心请到临床总楼科李慧敏医生和我们讲一下 李医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李医生简介一下肺癌的种类和有什么分别 其实我们如果在显微镜上看回癌症 那些细胞在显微镜上的承认 我们最主要可以把肺癌分为非小细胞癌和小细胞癌 而事实上非小细胞癌占了我们新症个案大约八成以上 其余的小细胞癌只是占5-10% 其实我们看回非小细胞癌和小细胞癌其实它们很大分别 小细胞癌大部分就在大的肢气管的上面附近 而且它们的成因往往是和吸烟有很大的关系 它们生长速度很快和容易扩插 所以在确诊的时候很大部分七成或以上已经去到第四期 相反非小细胞癌的 它们未必每一只内部都和吸烟有关 尤其是肺癌有一半或七成以上其实有基因特别 那么我们医生为什么一定要分类非小细胞癌和小细胞癌 其实我们看到因为无论它们述后和治疗方向方面都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类 那之后就想问一下 其实香港的癌症数字大概是怎么样 死亡率是不是很高的呢 没错 我们其实看回我们香港癌症资料系统中心显示的数据 肺癌无论在新症个案上见的癌症是居第一位 而死亡率也是居于第一位 看回2020年的数据 我们发现新症个案已经有5422宗 而其中当中我们有3000多宗死亡的个案 占总死亡率达26.4% 那之后就想问一下 其实有没有说什么人会比较高危去幻想肺癌的呢 嗯 吸烟一定是一个致癌的主要成因 我们看回如果是长期吸烟 最终有10%的吸烟者是会有肺癌的 原来吸烟和非吸烟者比较 它会增加风险度差不多20倍 也不要小看二手烟 原来二手烟也会比完全没有吸烟的 都会高足3倍 除此之外 原来我们长期吸入化学的物料 又或者是我们建筑的物料 甚至原来厨房 长期在厨房吸油烟或者燃烧烟粥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那当然啦 有些研究也都说 原来我们饮食上面 整天吃一些兼制类的食物 烧虾 小蔬菜 水果 又或者含维他命A 都会对身体有影响的 那想了解一下 其实你刚才也有提过一些建筑肺料 或者一些化学的物料都会导致肺癌 那其实我们香港空气都比较差 其实空气污染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致癌的因素 很多人会认为空气污染 只是会影响上呼吸道 其实不是的 原来我们发觉空气里面 其实有一些很小微的粒子 原来它们可以突破我们身体的防线 入到肺部 甚至经循环续统 攻击心脏 脑部 我们讲回空气里面的脏脏 原来最具影响性的就是我们所谓叫做 原浮粒子 而最大伤害力是一些直径 少于2.5微米以下的原浮粒子 我们叫它做PF2.5 原来这些这么小的粒子 是我们头发直径来说 是六十分之一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们 它们就因为进入肺里面的气泡 直接就会增加患癌的机会 你刚才提过 非小细胞癌里面 佔了肺癌的种数也很多 其实有没有说 这种癌症里面最常见是什么呢 有的 其实里面最常见 我们叫做肺腺癌 其实全身症个案大约六至七成 这一类的类别尤其是非吸烟者及女性 较为普遍的 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越来越高的 除了肺腺癌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的类别 有卵臟癌或者大小胞癌等等 肺癌其实有什么病症呢 有没有说为什么大部分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属于第四期或者晚期 如果你发现任何人士长期咳嗽 甚至说痰中有血 气痠或者咳嗽的时候 会觉得隐隐作痛 这些都是有机会见的病症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病症那么明显的 有时候有些病症可能只会觉得疲倦 乏力 食欲不振 体重下降 都会有机会 其实已经是一些我们叫做 响警号 要自己知道 可能要找医生看 当然有些病人 这么不幸可能 直接走到其他的器官 例如脑 骨 肝 也有机会出现的病症 例如腹脏 骨痛 或者头痛 羊胭 所以任何人有这些病症 我都会建议他们找医生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但是刚才提及过了 因为很多时候病症都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最佳 或者初期 所以我们看回数据来说 原来大部分的病人 差不多是58 差不多到六成的病人 不幸在确诊的时候 已经属于第四期了 其实肺癌是如何确诊的呢? 在确诊之前 有没有说需要做什么检查? 如果刚才有上述的病症 我们都会建议你找医生 医生一般来说 就会看看病者有没有痰 如果有痰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拿痰去掩尾颗颈化炎 看看有没有癌细胞 也可以考虑做一个简单的肺片 当然再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会包括 电脑素描的肺部的电脑素描 甚至是全新的症电子素描 和脑部的磁力共振 最重要的是 用活组织做活检 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可以考虑 视乎你的肿瘤位置 第一 就是肢气管内饰 第二 就是用电脑素描 导引 组织的切片术 其实这两个方法 都可以帮我们去确立你的病 如果你确立了肺癌 我们会考虑做基因的检查 方便日后医生找最适合的药物 帮你医治 如果有医生刚才说的病症 就要尽快去做检查 我们今集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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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